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2010年的PayPal1第八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說有三名學生 分別就是Peter、John和Henry 他們分別擁有多少錢呢? 就是16.8、24.3和32.5分別地 A part 叫你下寫入By Rounding Down 所擁有的金錢 To the nearest dollar 最準確至最接近圓 估計他們所擁有的總金額 事不宜遲 拿張單項紙出來說 如果你讓我做這條題目 老老實實 未做之前 我就和你總結一下 首先Henry 他有多少錢呢? 他有說的 Peter、John和Henry Peter有16.8 我先記錄在這裡 另外 John有24.3 最後就是Henry Henry有32.5 如果用下寫入的方法 永遠向下 16.8 即是下寫入的情況下 搖身入面 那些紅筆 會搖身入面 變成16元 當然 如果24.3 用下寫入的方法 搖身入面 當然是24 當然 如果32.5 如果32.5 中文叫做總金額 中文叫做總金額 自己寫 總金額 16 所以換句話來說 你給我 我就寫小符號 將它變回16 再加24 不過說真的 多拉西的符號 可以不寫 因為中間的步驟 可以不寫 還有就是32 所以換言之 最後終極答案 當然寫等於 把紅色的三個數字 16 24 和32 加上 當然是72元 所以這就是A part的答案 可以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就下B part 看看B part問甚麼 B part問你 如果這三名學生想購買一個足球 這個足球的價錢就是70元 那他們究竟有沒有足夠的金錢 They have enough value They have enough money 究竟他們有沒有足夠的錢 去買足球的足球 他叫你use the result of A to explain your answer 叫你用A part的結果去解釋 事不宜遲 B part B part怎樣可以利用它呢 其實我們因為下寫入 例如16.8 起初 這個就是 誰擁有的 16.8 就是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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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6.8 你不當 零頭不愛 8毫不愛 扔掉它 我要16元 24.3 那3毫很重 不愛 扔掉它 我要24元 32.5 0.5 即5毫不愛 很煩 免費二代 神沙 當它32 下寫入 Rounding down 竟然這樣計法 加上 Total Amount 總金額 有72元 哎呀 Football也是70元 是吧 我扔掉所有的錢 扔掉所有的零頭 我還有72元 當然是夠錢買 所以 但問題是怎樣解釋 我會這樣寫 我會說 英文 我會說 By using the result of a 利用able 是吧 我會說 由於 72元 12元 是會大於足球的價錢 Total Amount 是72元 總金額是72元 是吧 就是大於70元 即足球的價錢 所以你不是有足夠的證據 就是什麼呢 所以 他們有足夠的金錢 去購買這個足球 英文就是 他們有足夠的錢 其實按照題目的字眼就可以了 就是 to 買 the football OK 行不行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給大家看看 OK 查一查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我們就 今天到這裡 OK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